我叫Tim Young 这边还有杂耍的动作 好 两位选手都已经就位了 赶紧让大家认识一下他们 小江先来吧 大家好 我叫田晏宁 来自五桥 今年十四岁了 十四岁 为什么来我们节目 我听说有一位很厉害的人 我才在挑战他 你是说我吗 他 你梦中无我 也不怪你了 因为我根本挡不住后面这位 是吧 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我来自山东 郊州的丁家伟 今年 今年四十四岁 为什么选择 让主持人这么难受的一个高桥的高度出场 其实这个高度还不算太高 这个高度还是 2008年的奥运会 是不是2008米 各位 从他们的外形来看呢 大家可以看他们的脚下 两个人采用的高桥的 这个道具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的老将呢 这是一个传统的 而小江这边这完全就是刀锋战士嘛 这个应该是铝合金材质吧 这是一个高科技的高桥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跨时代战士的现场 为你呈现的高桥大对决 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较量 小江你这样我用我这样采访你啊 我因为我我怕你累了 好不好 换一个矮一点的 我们掌声送给他 赶快换一个矮一点的好不好 进入精彩的表演环节 来 好的小江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个前面怎么会有这两个东西呢 这是干嘛用的 保他的 固定加保护 固定加保护的 练习这个高桥 曾经受过伤没有 受过 什么样的伤 摔的 哎呦 活这个妈呀 摔的挺重的 哎呦 这么倒下来 那怎么还要再练呢 摔的那么重 很快乐吗 很快乐 可不可以现场 给我们来一个小才艺 可以 请大家先鼓掌 后欣赏 哎呦 厉害的嘞 哇 哇 我们这位小匠不但人长得帅啊 他真的是有绝活 啊 帅的嘞帅的嘞 啊 你看大家吸吸力的的掌声 你就知道了 这个项目其实没有什么 他不会啊 谁不会 那我这个连我都会 更何况我们的老家 你来你来 我来我来一下吗 你来 来 一定要让我 来来来来 多多来一个 来一个 有没有在我的眼神当中 扶到了一丝哀求 一定要让我来吗 一定要来 没有错 他说的顺序跟我内心想的是一样的 我还用你提醒吗 呦呦呦呦呦呦呦 我还用你提醒吗 这个摔帽子的表演非常成功啊 好的 各位 我们的老匠呢 全新的 一个工具也已经换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请老匠再度登场 老匠好 你好 这个高桥跟开场就不一样了 开场是一米六 这个已经六十公分 这才六十公分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透露了 您在高桥这个领域 是非常非常深的造诣的 而且已经造到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程度了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是在那个2009年 获得的是高桥跳绳 一分钟一百两二下 那个世界吉尼斯纪录 相继在2010年也是 高桥七变嘴 是28下一分钟 也是获得的是 吉尼斯世界纪录 您练习高桥是多久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三十多年了吧 三十多年了 对对对 三十多年前 是什么机缘巧合之下 让您接触到了这个项目 当时在那个山东啊 中年过节 都是踩高桥 很多人都围观去那个欣赏 那么当时我就看了以后 也想踩这感觉 老将您知道吗 您在说话的时候 我背后总会有一些怪风袭来 我回头一看 果然是有一个人影在晃动 我们先请小将 去那边休息一下好不好 来掌声 欢迎送一下我们的小将 您用这个高桥啊 到底是能 还能做什么样的绝活吗 给我们展示一下 高桥还可以踢垫子 踩着高桥踢垫子 来 道具 请了 来 计时准备开始啊 握握手啊 握握手 这机下掌啊 给我过一下垫 是吧 一定成 给我通通电 一定成啊 一定成 准备好了没有 一分钟 一分钟 二 一 计时 开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不着急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他的本人的记录是一分钟 二十八个 再次发起挑战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超越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不拉紧 不抓紧 没有 还有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还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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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抓紧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十一 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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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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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那老家 您说您已经练了三十多年了 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个职业身份是什么 呃 目前那个在北京 做一个北京家围龙儿记忆拼中心 这个是工艺平台 做那个 哦 自己做了一个龙儿的培训中心 对对对 哦 嗯 中心有多少孩子 现在三十多 嗯 三十多个孩子 现在盈利的状况怎么样 呃 我们是纯公益的 全部免费的 就您自己拿钱 支撑这个龙儿培训中心 是的 是的 嗯 六年 六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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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哎呦 您做这个事 对对对对 真的是真的是 您做的这个事的最坚强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七岁的时候 我们那个在老家的时候 一般都烧水的茶炉 几分前一壶 茶炉那个女孩呢就是一个龙儿 哦 她每次看我去打水吧 都把我 我命我是邻居嘛 就给我送家去 你知道吧 哎呦 所以我感觉这个龙儿那么善良啊 那时候对对龙儿这个主的一个感恩的感觉啊 是是 就特别善良 特别好 是是 后来生活当中吧 呃 这么些年来呢 很多龙儿呢 聚业方面也困难 很多人对他们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一些误解 所以说 也想通过这个平台 让龙儿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让更多的社会人最了解他们 呃 重新认识他们 真的了不起 在我这四十岁以后呢 也想一直坐下去 嗯 一直坐下去 这个龙儿的培训中心 嗯 跟您擅长的这个高敲 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全部学生都会踩高敲了 就我这些技能吧 他们基本都会了 哎呀真的啊 哎呦 那有机会 有没有可能带他们来我们节目现场 也可以 集体展示一下 可以可以 咱就说定了好不好 可以可以 哎呦 太棒了 非常非常伟大 了不起的一个男人 男演内心的激动 我想跟您拥抱一下 可以吗 哎呦 我会不会显得太萌了 哈哈 超级正能量的代表 这才是踩着一片天 对不对 我今天啊 特别看好我们的丁大哥的表现 特别特别看好 但是他能否最终完成比赛 还要取决于 另一半 啊 来 小佳 看了半天了 上来吧 其实我想说一下啊 其实关我们这么踩的话 确实咱们三个人 你看这个你这胳本来挺高 这是 哎大姐 你能不能也展示一下试试 你也 往安感情感情好吧 好 好吗 好 来来来 给我上高枪 我也要试一下 好吗 好 我天哪 这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踩高枪耶 多谢多谢丁老师 好 那接下来 二位 刚才已经说到了 对不对 今天 高枪界的传统和现代 要同场竞技 比拼最后的项目是什么呢 高枪跳绳 我们都知道 踩高枪跳绳 有几个重点的考核点 第一个考核点 就是稳定度 第二个 高枪跳绳必须要有跳 有弹跳的能力 对不对 第三个 你跳下来之后 你落在哪呢 落点 也是一个关键词 所以 鉴于此呢 我们接下来导演组决定